欢迎回来 七大工业国集团G7的外长会议 昨天在日本广岛举行 会上发表了特别文件 聚焦中共在南海军事化的问题 希望能够透过南海声明对中共施压 另外会上也聚焦反恐议题 谴责伊斯兰国的暴行 各国要在叙利亚难民议题上加强合作 并且制止北韩的核事报以及飞弹试射